打掛嗎? 蛤? 沒有,我有時候教學會 吐吐一下 所以我聽到說 可以幫上一些忙的那種事 好 那 我還沒打 好 好,OK 那我們先 要先決定順位吧 嗯 一別順位好了 來 等到這個 有 好 讓你先 那你先的話呢 你就把你A的那個區域的人呢 拿起來 把你A區域的人拿起來 然後呢 一個人放這邊 A檔上面 這樣嗎? 對 然後呢 一個呢 放在你這個位置上面 放在E的位置上面 然後一個放在左邊 左邊有那個 直的E的位置上面 這樣 這樣 好,那 二架的話就是放B 就把你B的區域 然後我就是放C這樣 我們放C檔 然後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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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這個就是 好 那我先講一下遊戲的旅程 我們就是會玩那個 春夏秋冬 好 我們會玩這個 春夏秋冬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是在春的話呢 我們春的話呢 就是會玩 四回合 好 會玩四回合 然後呢 秋和冬的話呢 就是只玩到三個回合 對 就是玩一整個季節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每個季節呢 就是會先 會先 就是去 构讀你的這個 金字塔 好 那我們會把這個呢 就是你把它 放在這個 這邊有一個框框嗎 你要把它擺成這個 九層九的矩陣 你自己擺 然後其實在擺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在 規劃你後面要做的事情 那我這邊呢 就先 先示範一下就好 你們先不用擺 因為等下講完規則 我們在捲掉 那我們擺的話呢 就是底層是三 然後接著呢 第二層是四顆 然後最上面是一顆 好 那如果說你有多的方塊 你就退個銀行 退一顆 就拿一塊錢 好 退一顆就拿一塊錢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每個季節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會按照這個 玩家的順位 輪流去執行行動 這樣子 好 那輪到你的時候呢 你可以執行 一到四個行動 如果說你只執行一個行動的話 你就會獲得一塊錢 你執行兩個行動的話 你就要付 你就要付三塊錢 然後執行三個行動 再付三塊錢 OK 那下面會有這個 總二 就是例如說你總共做四個行動的話 你總共要付九塊錢 OK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事做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PASS 然後就是拿一塊錢 然後就是不說是拿一塊錢 這樣子 好啊這個就只是記錄說你 這回合動了幾次 可是基本上應該這個是用不太到的 好就是用不太到的 好那可以做的事情呢 先大概先 約略的先 講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拿取這個房子 因為這遊戲的背景呢就是 這邊是那個 威迪斯的彩色牢 然後就是我們在上面的 蓋房子 然後去 然後外圍的話這個是漁獲 然後這邊是紡織廠 這邊是紡織廠 OK 好那第一個呢就是你 從你的這個金字塔這邊呢 拿一個房子 到你的這個儲備區 好這邊 這三個是你的儲備區 那我們在拿這個方塊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限制 它不能被任何其他的方塊壓住 所以我現在不能拿下面這個 我下面就不能拿 我只能拿上面這個 OK 可是之後呢 我要拿的話我可以自己選 可是一樣不能拿下面 如果說我先拿這個 那這顆就可以拿 好這顆就可以拿 就是說它不能被任何其他的方塊 給遮住這樣子 好那這是第一個 就只是把東西拿下來 放到你的這個儲備區 它這邊其實有塊 好那第二個呢就是你可以去 蓋房子 蓋房子的話呢 就例如說我儲備區 有這些東西對不對 好 那例如說我想要 蓋這個 綠色的 那我們蓋建築物的規則 會有一些 第一個呢就是蓋在本島 本島的話呢就是你 你只能放在現有方塊的騎對角 嗯 好 例如說因為一開始只有這一顆嘛 所以你可以放的位置就是 一二三四 就這四個 OK 好 那你放下去以後呢 嗯 好那你放下去以後呢 像我們這邊呢會 這個是隨機洗的 像這個就是說當你蓋房子的時候呢 你蓋的是綠色嘛 你就可以執行一下這個行動 你放的是白色或是橘色的建築 你就可以執行這邊的行動 那這邊的話就是紡織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領取收入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可以進行出海補 可以進行出海補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是之後的話呢 就是會 額 這個叫屋頂 好 等一下一開始每個人會有三個屋頂 好 好 好 那你可以做的呢就是 剛剛第二個講到就是放這個方塊嘛 那我這邊它其實還有一個細節 我先先調和 我先講一下放置這個屋頂的規則 好 放置屋頂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原則 我們放置屋頂的時候呢 就是它這邊會有畫顏色 嗯 它下面的方塊 顏色要一樣 嗯 對顏色要一樣 就例如說好 這兩個 假設現在是這個樣子好了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好 我會把它放在上面 OK 好 那你放上去以後呢 你就會得到 這個 你可以選擇拿到這個 兩點的特權 好你可以選擇獲得兩點特權 或者是說拿這邊的一張這個建築卡 那建築卡呢 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效果 那這個就 之後再講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拿場上的這個建築卡 你也可以選擇從這個排庫頂盲抽 你可以選擇從排庫頂盲抽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些 那個 額外的加分 它這個蓋屋頂的時候 都有額外的這個加分項目 就是在一個島上面 你上面的人最多 這個島椅就是由你控制 那 假設你控制一個島椅的話 你就是得到兩分 然後控制兩個就是五分 然後控制三個就是九分 然後就是這樣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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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你控制的這個紡織廠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也會有人放在這個紡織廠上面 那我們紡織廠好像要看顏色 像這個橘色的就是你的工人最多 那這個紡織廠就用你控制 平手的話就沒有任何人去控制它 好 那這個水池的話呢 是看你 你這個原盤 這個叫做工作盤 看你工作盤上面呢 露出幾個水池 露出一個的話就是拿兩分 然後露出四個的話就是拿九分 OK 因為到時候你們可能會不斷的派出去 不斷派出去 然後這個就很簡單 這個就是單純的拿四分 然後就是單純的拿四分 好 好 那接著我們講一下 最討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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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就是說 當你放了這個方塊以後 你可以執行這些對應的這個行動 好 那我先講這個捕魚的行動 好 那你執行捕魚的行動的時候 一開始你的船會放在對應的位置上面 那你執行捕魚的行動呢 就是你的船呢 可以移動一次 你可以移動來港口 或者是說移動到那個海島 移動到海島的話呢 就是基金庫 那可是你移動到港口的話就是賣 好 那當你移動到這個海港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呢就是會有這個工作盤 那剛剛你是不是看到你三格空下來 你剛剛是不是看到你三格空下來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 工作盤呢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會把那個有畫1的位置 放在就是順時針的那個人 那個人上面 OK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你的 工作的算是顏色吧 顏色 例如說呢 我移動到這邊來的時候對不對 你就會去對你的那個 輪盤上的顏色 就是有畫劍頭 像這邊是不是粉白白 然後這邊是粉黃和黃 那只有一個顏色對到 只有一個顏色對到的話呢 只有一個顏色對到的話呢 你只要對到一個顏色 你就可以去拿一張漁獲卡 就可以拿一張漁獲卡 那你拿漁獲卡一樣齁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拿抽 那拿了一張我們就立刻了 而是拿外桶才補 那如果說你三個都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拿三張 就是可以拿三張這個漁獲卡 那在一些比較少數的情況下 如果說漁獲卡就是 真的全部都沒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捕魚的話 每拿到一張漁獲卡 就直接送你兩分 直接送你兩分這樣子 好 那你在那個 你移動完以後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 捕魚的特權 捕魚的特權就是說 你可以交換它的顏色 交換就是不同海島的顏色 就是去符合你這個顏色的需求 對 因為這樣的話 你可能符的漁獲會更多 這樣 好 那如果說你是移動到港口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把你手上的這個漁獲呢 賣掉 那賣掉的話呢 它這邊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大老惡鬼的 就是你如果說一次賣四張 然後四張的類型都不同 你就可以得到八分 你就看你怎麼賣幾張 OK喔 好那這個就是 三條 三張一樣的 然後如果說你用另外再賣三張一樣的 就是兩組不同的 兩組三 就可以得到二十四張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 五對五分 跟一個一樣的 對對對 那個就是要全部都一樣 看是幾張一樣 兩張一樣的話就是拿 六分 三張就是四分 拿拿魚或是 這三個順序都要一樣嗎 就是對應的 喔沒有沒有 我們只看顏色 跟順序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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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在這邊賣完這個魚以後呢 這個艘船的就跑到這邊 跑去對面去停留 所以就是可能要跑來跑去的這樣 好 那這個是我們海島的這個部分 好 那你到了一個海島以後 你補完魚以後呢 你可以派遣 你的這個工人上岸 然後可以派遣你的這個工人上岸 這樣 好那我派遣工人上岸的話呢 它會有一些條件喔 那相符的顏色 如果說是一或二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派一個人上去 如果說你相符的顏色呢 是三個 就是三個都一樣的話 你可以派兩個人上去 OK 好那只要你有派任何人上去的時候 只要這島上有其他人 你就可以把他們各趕走一個 OK OK 就可以把其他人各趕走一隻 假設你有兩隻就把一隻趕進去 還有一隻就把一隻趕進去 就是去爭這個海島的空氣圈 好 那因為我人被踢走 我人不太出去了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呢 一樣在順時針調整到 就是至少有人的位置 至少有人的位置 我們派的話就是 照1234這樣子派 然後派完後呢 就是把他轉陣到你 把他轉陣到你這樣 好 那只要你有人呢 被用這種方式踢掉的話 你可以從銀行拿兩塊錢做補償 可以從銀行拿兩塊錢做補償這樣 OK 好 那你的那個工作盤上面呢 至少要有一個功能 也就是你不可以全部都開過 至少要留一個人 不然這遊戲會 會讓他好玩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那你賣完的漁獲呢 請發在這邊 因為我們有一些這種 建築卡 就是遊戲結束的時候 他會幫你做一些 額外的加分 會幫你做一些額外的加分 會幫你做一些額外的加分 好 那今天我們來講第二個就是 這個雷絲工廠 那雷絲工廠的話呢 他剛剛那個規則 也差不多 好 例如說我執行雷絲工廠 我一樣看11到12 這三個的顏色 好 那這樣代表說呢 我可以派一個工人 到黃色的區域 然後呢 派一個工人到橘色的區域 派一個工人到粉色的區域 以我這邊為力啦 好 以我這邊為力這樣 好 可是我們派遣工人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規定 好 假設呢 雷絲工廠上面呢 沒有你的工人 你第一個人呢 可以隨便放 好 那你之後的人呢 必須要跟你場上 現有的人連在一起 就是要延伸出去 好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呢 你也可以花費這種 左邊這一條叫特權 好 你也可以花費特權 去打破這個規則 他就可以讓你亂飛 可是一個工人就是要付一點特權 好 一個工人要付一點特權 好 那如果說你放了這個工人呢 放在這個 有錢的上面呢 你就可以立刻獲得對你的錢 然後就可以立刻獲得對你的金錢 好 好 好 那這個是雷絲工廠的這個部分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領取工資 領取工資的話呢 就是看你 上面這邊 有畫幾個那個1塊錢的圖案 像我這邊 目前的話就是3 我就可以拿到3塊錢 就可以拿到3塊錢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島上的人 叫回來 每叫回來一個 就是多拿1塊錢 好 每叫一個人回來就是多拿1塊錢 這樣 然後呢 這個就是領取工資的那個部分 OK 好 那我們現在 來講一下這個 油漆 好 油漆屋頂 油漆屋頂的話就是放這個 放這個屋頂上去 那我們在放的時候呢 他必須就是 這樣放 你不可以協放 你不可以協放 好 那你也不可以就是 出現任何的這個交叉 這樣如果說 這樣子 也不行 好 這樣也不行 好 那當你在放這個 方塊的時候呢 好 放在 你在放這個 屋頂的時候呢 他顏色要符合 那我這邊是先舉地而已啦 就是像這樣的話 他下面就是要橘上白色 可是呢 如果說你之後呢 在放這個房子上去的時候呢 你這個顏色可以不用對應 好 可是顏色有對應的話 會有額外的獎勵 好像是一點特權嗎 看一下 好 對 如果說顏色相同的話 你會獲得一點特權 你會獲得一點特權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是 喔 然後 理所當然的就是 如果說你的這個建築物啦 你也不可以讓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屋頂是斜的 斜放的 這樣也不行 然後我們這個遊戲就是 他的這個建築物的高度啊 最多最多就是到 翻 好 好 這樣就是緊繃了 他上面不可以再放任何的東西 他最高就是這樣 一層兩層三層 上面不可以再放屋頂 喔 就是他要放屋頂的那個 規則 好 欸 好 講得差不多了耶 可是我想要多麼還要快 他 他特權還可以幹嘛 特權喔 特權的話就是你在海島的時候 你可以交換位置 OK 交換這個 這個顏色的位置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 在 佔領工廠的時候 你也可以讓他去多一個 那個移動 好 那特權好像也可以拿來換個錢 確認 特權 對 特權的話呢 你可以花一點特權 換一塊錢 換一塊錢 好 那我剛剛那個蕾絲特權的話 忘了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使用這個 蕾絲工廠的特權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特權去踢人 好 蕾絲的特權呢 就是他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呢 就是你可以 隨便亂放 然後第二個可以踢人 然後可以踢人 這樣 這兩個效果是 你只要花一點特權 就可以同時運動 對那一樣齁 只要你的人是被踢走的 你就 從一行獲得兩塊錢 這個補償 那我踢走放回來的時候 我要移動這個盤嗎 那我踢走放回來的時候 噢沒有 你放的話你就是從 尾巴開始放 尾巴放回來 噢 尾巴放回來 對從尾巴放回來 所以你就是你 你只有在拍人的時候 你的轉盤會動 那其他時間基本上 都不會動 好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季節 玩完以後呢 會進到這個 算分的步驟 然後算分的步驟呢 也是 極度 就是 有點多東西啦 好 那三人遊戲的話呢 我們就是看說 欸 你只要每控制一個海島 就可以獲得三分 三人遊戲的話是三分 然後雷斯工廠 雷斯工廠的這個 細分呢 會比較麻煩 好 玩家檢視雷斯工廠區域中 呃 有你工人存在的格子 然後每一格 可以讓你從方塊塔 選一個和該格顏色相處的方塊 然後把它移除 然後放回工藝區 然後這樣的話 你每環一刻 就可以獲得兩分 那這邊我還是 舉例一下好了 好 例如說這樣子 好 例如說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 退環一個橘色 一個藍色 和兩個白色 每退環一個 你就是拿到兩分 對 那當然要看你的那個 方塊塔 夠不夠 這樣我只能退一個藍 一個白 一個人去 這樣的話就是得到 六分 然後這樣我就得到六分 好 那接著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額外的計分 好 檢視你這些有 退環方塊 計分的功能 如果說它有就是 連接在一起的話 它們會形成一個工會 然後就是看你的 這個工會 人數 例如說好 剛剛退一個橘的 然後一個藍的 還有一個白的 所以呢 就是這個藍的和白的 它會形成一個工會 可是這個沒有 因為它是獨立的 它是獨立的 好 那你有形成工會的話呢 這邊就有寫 喔 兩人工會的話呢 它會額外 加給你一分 如果說你這邊一拖拉庫 然後呢就是 你每個都有退 喔 它可能會有一些 額外大量的分數 它也有一些 額外大量的分數 這樣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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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行啦 真的可以嗎 行啦 好 好 好那我們就是一個 季節結束以後呢 我們會更換這個 國家標記 然後我們會補充這個 房屋的這個房塊 那我們補充房屋的房塊呢 是看你 上面 剩下的這個 有工人的位置 像例說有可能下這個 那我就會補充 綠色的一顆 白色的一顆 白色的一顆 粉色的一顆 OK 好那如果說你要拿某個顏色的方塊的時候 那邊已經都被拿完了 你就可以改成拿 一個你想要的這個方塊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補充屋頂 我們會從頭加開始喔 我們這邊基本上會有三個屋頂 你就可以把你不要屋頂呢 就是丟掉 好 然後呢再補充 可是我們再補充的時候會有一個規則 你拿的這個屋頂呢 都要不同類型的 都要不同類型的 例如說可能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這個 然後你不可以說我一次都要拿兩個四 你可以選擇說要拿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就是用不同類型的 可是跟你版圖上面已經有的 有關係 欸就是你新拿到的就是類型要完全不同 然後 好 好 那就是 就是這樣 差不多就這樣 喔我剛剛問完講一個方塊特訣 你也可以花一個特訣 從那邊 買一個任意的方塊 到那個塔上 可是就不能重組 你就只是把他堆疊 堆疊上去 就把他堆疊上去 就把他堆疊上去 好 OK 那我們就可以 開始 換一個就算大事了 他一開始有嗎 一開始還回去有錢嗎 有 有 一開始還回去 已經疊好了是不是 對啊 然後就是我們每個季節結束以後呢 這邊 這邊 這邊會重洗 喔 重新洗一洗以後呢 再隨機 隨機 擺下去 OK 看一下 好 那現在呢 就可以去蓋你的這個 方塊塔 好 小路沒有重洗以後 阿這個是可以看的資訊嗎 欸那是可以看的 那資訊是可以看的 我是 三家嗎 所以我是 好 然後等一下那個 那個 建築 建築獎勵的話 還是 特別講 建築卡要怎麼拿 建築卡就是你放屋頂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一張 或是兩點特權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或是兩點特權 好 這個就是 遊戲結束之後單純加九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就是 遊戲結束之後單純加九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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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是你在放屋頂的時候 好 好 好 喔 你在油漆屋頂的時候 如果說你這個屋頂有黃色或是綠色 蓋上去的時候你就可以立刻得到五分 如果說是黃又有綠 因為它有兩邊嘛 黃綠都有的話你就去打十分 立刻是永久性的效果 這個是當你在海島上面 你的人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控制權是你的 那這個就是遊戲結束的時候 你賣掉的漁獲 這四種類型的 一張加兩分 對每一張相符類型的漁獲卡 就可以讓你額外獲得兩分 然後遊戲結束的時候 沒有賣掉的漁獲卡卡 一張一分 然後遊戲結束的時候五塊錢一分 然後一點特權就是可以換一塊錢 先不急著擺 先不急著擺 因為我們就是會從頭夾開始 你可以先補三個 先拿再擺 對可以先拿再擺 拿的時候一樣就要不同類型 這樣嗎? 對 那我拿到四個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看我自己需要玩什麼 那我拿到四個 這個也拿到四個 那你拿起來 我一直很想要玩看雷絲工廠 我一直覺得雷絲工廠好難玩 太省啦 我剛剛好看 遇之未來 我們等一下方向好了 對 嗯 想想喔 嗯 太省啦 遇之能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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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翻開的喔? -對,那是翻開的 -可是基本上也覺得你自己會看啊 -有時候你可能... -哇靠,那是翻開的 -一隻未來 -怎麼都是黃色的 -就說我跟黃色有緣齁 -就說我跟黃色有緣齁 -就說這遊戲沒有黃色真的是分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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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ok,然後 -死的花 -我要交一塊 -然後我要拿那個最大塊 -耶,五 -喔幹,這是三 -幹,這是三 -然後就這樣 -好,這樣 -然後就是退四顆 -我要拿最大塊 -四顆 -拿四塊錢 -好,來頭加些 -阿對,那一開始中間那個水池下方 -都會水雞擺一盆 -好,水雞擺一盆 -就搭一個七點 -欸不行,你要先拿到你的 -喔,處理區 -這樣 -對,這樣就算一個行動 -要算一個行動 -好 -三塊錢 -這也可以一次做完再付 -對 -所以說 -拿去也有點麻煩 -我想直接做了 -好 -可以放上去嗎 -對,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做 -做這個 -出海 -他特選點是 -在 -做之前就換嗎 -還是我可以倒了換 -都可以阿,一直一樣 -一直一樣 -那我用一個特選點 -好,那你可以去 -那我換這樣 -好,我還買過來 -好 -那我三個顏色都一樣 -好,三個顏色都一樣 -那你可以拿三張漁獲卡 -太省 -然後可以放兩個人嗎 -這樣嗎 -對 -可以放兩個人上去 -我是不是 -可以拿這個 -對 -對 -都可以 -這邊洗一下 -太省 -然後 -放兩個人 -對 -太省了啦 -到底什麼鬼 -好做嗎 -我想一下 -先這樣嗎 -好 -那我這樣pass的就是 -等一下就到二嗎 -是這樣嗎 -對,我們現在是一 -好 -那你 -太省了 -到底要怎麼換這個鬼遊戲 -喔,這正常 -一開始都不知道怎麼 -我一開始第一次玩 -我也是不知道怎麼玩 -太省了 -花一個行動 -好 -那這樣子嗎 -要轉嗎 -對,就是把那個 -順時針把那個 -一直轉到有人 -有人都會有 -嗯 -好,現在 -我拿一塊錢 -先這樣子而已 -哈哈 -啊跳過可以拿一塊錢嗎 -沒有,他拿一個方塊下來而已 -跳過可以拿一塊錢 -啊我沒有拿 -沒有,他只做一個行動而已 -他只做一個行動而已 -他只做一個行動而已 -沒有,因為我剛剛花了三塊錢 -第一個行動不是有一塊錢 -喔,那你可以拿一塊錢 -你看下面的總盒就好 -那我這個就推回去了嗎 -欸,就可以回到起點這樣 -那我先花一個行動 -我一次做完 -一次做完再拿錢 -先花一個行動 -然後我想看看 -然後 -那我也來蓋一下這個方法 -然後蓋 -只要跟其中一個對角就可以了嗎 -對,只要跟其中一個對角就可以了 -所以我蓋這邊 -我覺得這是黃色的 -太厲害了,對嗎 -那我移動來這邊好了